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航母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抢王娘膝盖受伤 爱补抢王娘昨天在K-POP演唱会表演 Deads My Girl舞台的时候 因为在膝盖碰到地板的动作 可能是被舞台上的什么东西刮伤 导致膝盖流了很多血 而抢王娘发生到自己流血后 虽然有点小慌张 但是非常惊艳地结束了舞台 而在回去的路中给粉丝们挥手的时候 手上也能看到沾到血的样子 哎呀,孩子啊,要好好治疗 都不知道受了伤 看到手上的血后才发现到 希望我娘不要留下伤痕 看得我都觉得好痛 看到膝盖下一条后 到了自己的part 马上换表情表演的部分 真的是有专业精神 《摇在清谷》7周年 1月16号是出道7周年的摇在清谷 今天凌晨 成员们都在IG上传了这张照片 也留言了 爱心7爱心 而成员所我年龄女 一到12点就准时上传了这张照片 而尔娜我们的新笔 却稍微有点迟到而发展了 恭喜你们 真的好可爱 谢谢小女友们 恭喜7周年 好想见 邀请我完全提 永远会支持你们 因为石炎尔代言《刀削面》的男爱豆 去年12月 德勃一集成员Q 在演唱会舞台介绍团体成处的时候 不小心把《开国母》称了《开国宿》 德勃一集的最厉害的武器是 《开国宿》 《开国宿》 他的卖榜 结果粉丝们的留言引起了蝴蝶效应 看到粉丝们留言的农心有关人士 真的决定找《特勃一集》代言了 农心表示 希望这个广告能让喜爱《刀削面》 与特勃一集的粉丝们 留下特别的快乐与回忆 真的 可可可可可可可爱的事物变成了幸运 2022年一开始运气就这么好 特勃一集大发吧 许普俊尼童也动手术 几年前 因拍摄外景节目 膝盖受伤的许普俊尼成员童也 在去年11月 许普俊尼DNA正规第一张专辑发表会上说过 没想到最近膝盖会变得这么不好 医师也说过可能要开刀 透露了可能要动手术的事情 然后今天 童也在IG上传了躺在病床的照片并留言 都会了大家的祈祷 手术很成功 我会尽快恢复并复健 一帅气的样子站在舞台 原来动了膝盖手术啊 在SA缅超会没跳舞的时候就知道了 希望能早日康复 希望能早日康复 Solo Jiuq TMI 还没有看 但是准备要看Solo Jiuq的人 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部分 在第六回 姆塞恩叫了辛吉恩的名字后 姆塞恩左右看了一下微笑的理由 是因为被他的选择而惊讶的制作组 都挡住嘴巴跑到棚内的缘故 查森恩出演Solo Jiuq是因为Somi的强力推荐 从家爸爸最喜欢的男出演者是缺席婚 对于导内的健身具具是因为出演者们的要求而准备的 而最勇气运动的人是 金准逊 听说韩剧 所以一天文克雷斯的导演 看到Solo Jiuq第六回的结尾 使用了一天文克雷斯的OS提后 感到非常满足 对了 Solo Jiuq的执行制作人金索瓦 与一天文克雷斯的导演是夫妻关系 是夫妻? 第一个也太好笑了 擋住嘴 我之前有发文问一下女性观众们 最喜欢的男出演者是哪一位 所以在这里也想问一下男性观众们 如果是自己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会选择哪一位女性出演者呢? 欠你生日快乐 对 欠你生日快乐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